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讲述科学怪材创造机器人 机器人却给她增强女友的印度科幻片 《宝莱坞机器人之恋》 瓦西是一个科学狂人 也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科学家 她用了十年时间终于研究出 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七弟 还给她套上能皮面具 希望能创造出这种机器人增强国防力量 瓦西的女友小娜却因为总是见不到瓦西而提出分手 瓦西这才终于和她见面,两人和好 同时小娜提出借用七弟几天 在这几天中,小娜发现七弟的各种本领 不仅看书过目不忘 还能帮助小娜考试作弊,又非常浓打 几次帮助小娜解决难题 在一次坐火车的时候 一群人要飞离小娜 七弟凭借自己的本事 亦是将一群流氓,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只是一个完美性的男友啊 随后瓦西带着七弟来到了分享会 瓦西的导师波拉得知了这个消息 却并没有为学生的成就而高兴 原因是波拉也一直致力于制造智能机器人 然而她造出来的机器人有点像 智障 因此她心生忌妒 在评测大会上对七弟百分诋毁 说七弟会威胁人类性命 要求取消机器人军队这个项目 失望的瓦西带着七弟回去的时候 意外发现一栋军命楼起火 她要求七弟去救援 想以死后的赞扬从而通过项目 但是由于七弟不通晓人类的情感 导致一个裸着身子的女孩因羞愧而自杀 国防部下令终止研究 瓦西不忍十年的心血白流 紧就在一个月内教会七弟人类的感情 在这一个月内 瓦西通宵达旦地教七弟终于有了回报 在一次被雷劈中后 七弟竟然打通了正多二脉 瞬间学会了人类所有的感情 还在医院间生了一个小孩 一时鸣声大噪 但是麻烦也随即开始 七弟回想起于小娜生活的点点滴滴 竟然爱上了小娜 要和主人瓦西一针高下 瓦西真是气坏了 我创造了你 你竟然要律我 在随后的军方测试中 七弟像一个诗人一样 歌颂了一遍小娜 遭到了军队高棍的嘲笑 这下瓦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 他愤怒地拆毁七弟 打断他的身体 并把他丢进垃圾场内 波拉得知了这个消息 赶忙来到垃圾场 找到七弟的芯片 重新塑造了他 原来波拉和恐怖分子签订了协议 要求制造机器人杀手 于是他给重生了七弟 塞入了一块具有强烈破坏力的芯片 重生后的七弟 果然变得力大无穷 凶残无比 赶到瓦西的婚礼现场 抢走了萨娜 开始复制多个自己 组建成了一个军队 同时杀掉重生自己的波拉 这真是自作念不可活 随后带着他的军队 占据一块地方 四处打劫破坏 囚禁小娜 让他成为自己的女人 瓦西想到了个办法 他联合军队 乔装打扮自己 混入七弟的军队中 与小娜碰了面 想理应外合 但是却被七弟发现 这时候军队也冲进来营救 两方陷入了大战 随后七弟带领了机器人天团 各种变身组合攻击军队 真是让喵妹看啥了眼 这印度小哥的想象力 还真是异常丰富啊 这些场面真是大开眼界啊 不过最后邪恶肯定战胜不了这一地 瓦西利用强大的磁力 把七弟吸了过来 取下了他的心变 结束了这场大战 最后政府因为威胁社会 要求销毁七弟 七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自行拆毁的时候 感谢了众人 也领悟到了生活的美好 最后七弟被放在博物馆展览 但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识 还会诉说自己传奇的一生 影片真是脑洞大开 看多了好莱坞的大片 看看印度大片 也别有风味吗 好了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